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很多佛教徒都把抄写佛经当作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 认为可以积大功德 还有人把它当作是一种向佛许的愿 有的人字写得不好 还找人捉刀带笔 有的人写前一定尽身尽手 甚至注意种种的细节 那么究竟抄写佛经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功德 又该注意到哪些细节呢 让我们恭祈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示 书写佛经 现在讲的就是超写佛经 这是在许多的大圣经典里面 都是鼓励的 像法华经 金刚经 以及其他的许多的经典 特别是法华经里面 一次一次的讲 要书写 读诵 演说 持诵 还要为他人说 像这种 父的鼓励 就是要希望佛经能够普遍的流传 那么在古代 特别在印度的时候 他没有印刷品的 他完全是要靠用手来写的 任何一本经没有手写 不可能由其他的人流传出去 所以是鼓励要书写 要抄写 抄写佛经 就是有几种功德了 第一 直接抄写佛经的时候 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修行 一个字 一个字 把佛经看得清清楚楚 一臂一臂 对佛经 起相当高的恭敬性 那这个就是修行 同时 写好了的经 给其他人去读 等于是代福 弘扬福法 把佛经流传的又多 那学佛的人又多 我们这个世界犯罪的人越少 罪恶的众生越少 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光明 那就是抄写的功德 那么在佛经里面 有这样子说 如果没有病 也没有磨 那用什么 甚至于把自己的锅头 测开 拿了锅头 用自己的血 刺了血 用自己的锅头 来抄写佛经 那么在印度呢 最早是佛经 抄在有一种 忠语的一致上面 那叫做背衣 现在印度 现在印度还有西藏 也用南传的几个国家 也用背衣 来把它抄上去 把它刻上去的 刻上去 写上去 是这样子 有点像用钢壁这样子写 抄的 那我们现在的人 是不是还需要抄写佛经 如果你自己的字写得歪歪倒倒的 你抄写佛经给谁读呢 如果说你抄写佛经的目的 就是说要想把附近的内容 看得更仔细 更清楚 你说一臂一臂的 一恭敬行 来抄写 那有功德 如果说是你的字写得不好 你抄出来要分给人家去读 去送人 这个又带人了吗 这个反而没有功德了 那么现在有一些人 还不清楚 抄写的功能是什么 所以是呢 还得鼓励人家来抄 我没有说抄写没有功德 如果是抄写 仅仅是为了求功德而抄写 那你不如去印金吧 你花钱呢 印比较呢 印的比较精美的经典呢 人家拿到手上舍不得丢的 就至少要放在那地方 慢慢地再看了 曾经有一位作家 他一生不堪服书 因为有一个人呢 送了他一部非常精美的文墨金 他就首先放在那地方 他想丢也不好意思丢 也舍不得丢 那有一天呢 就都没有事了 无聊 都没有事情做 他就拿一部金 那这部金呢 拿下来翻一翻 一翻呢 哇 附近那么好 从此以后 他就在研究附近来看附近了 那我们呢 今天呢 另外还有事情可做 除了印送附近 要精美的印送之外呢 还需要啊 印啊 真印或者是购买 通俗的 大家能够看得懂的 复书 那这个功德也很大 就把复法 以现代人的语言 给现代人看 而正确的观念 从用现代人的语言表达出来 用现代人的文字表达出来 这也是功德很大的 另外一种呢 操的经 操得非常优美 非常好的 你可以啊 印出来 像洪一大师操的附近 洪一大师写的附近呢 现在人家就把它当成了 宝贝来珍藏的 而 它就变成一种文物 文化的一种 一种 一种 一种资料 如果说 纸集还没到这个程度的话 操了金以后 你把它烧掉也好 或者是把这个金呢 你的纸啊 当成再生纸也好 那不需要流传了 那我们 现在有一些人呢 印金呢 金的品质啊 不是金的内容 而是那个装钉啊 印刷啊 排版啊 版面啊 字体大小啊 都没有好好的呀 经过实际 那 这也是浪费 所以 所以呢 要 把这个 共 和需求量 需求的对象 弄清楚了以后呢 是不是要写 是不是要印 印度的少 要好好考虑 否则的话 就是浪费呢 和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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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